中共封鎖80多座城市應對武漢肺炎疫情 令中國經濟和商業雪上加霜 中共黨媒稱 截至2月17號 公司復工率接近90% 但多家媒體15號報導 復工後 北京、重慶、蘇州、湖南、山西等地 接連出現發生聚集性感染 導致集體隔離事件 其中湖南樓底海螺水泥廠廠長長和議員工確診感染 141名密切接觸者被隔離 山西某店長主任密切接觸26名員工後 身體不適確診 蘇州蔣女士說 他們當地基本都開工的 小區進出還是要量體溫 廣州城女士說 廣東的超市和醫院在上班 其他行業要復工 要求比較嚴格 北京孫女士說 疫情形勢依舊嚴峻 當局要求各地復工 但政府部門自己卻沒有開工 中共官媒稱 多家跨國車企在華工廠江復工 但臺灣財經專家胡彩平在臉書說 有多名台商透露 他們被當地公安局下令強制復工 但企業本身並不想開工 新唐人記者長春 李韻 李佩玲採訪報導